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自治于1937年的2月8日 他的父亲是叫曹子石 是一个孤儿 浙江嘉兴人 七岁流浪到上海 后来受习成为基督教徒 到美国 入美国籍 称为慈善家 回国以后创办东吴大学 所以他的父亲是东吴大学的创办人之一 曹云霞呢 年轻的时候 到上海 就读于上海的 大刺典的撰学任务 三年之后 到长州 和其他的地方担任中学的教长 1907年 慈禧太后亲典 他称为到耶路大学 考入了哈佛大学 是哈佛大学最早的MBA 也是中国第一个MBA 据耶路大学1911级基石 就年基的基石里边记载 曹云霞在耶路大学就读期间 皈依了巴哈遗教 MBA学位获得之后 他从哈佛大学拿到了学位证书 就到英国一个研究院 担任研究员职务 专门研究经济 这个时间大概有半年 半年之后 他就出任当时的外交部的外交官 在英国和丹麦 担任外交职务 一直到1922年 他担任丹麦的市管代办 接到外交部的任命 让他在1922年的4月份 到清华学校担任代理校长 到任之后呢 曹云霞就着手改造清华学校 认为这样的一个学校 只靠庚资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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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5年,清华大学历史上的第一届本科生招生完成,在这批本科生里边,清华大学已经为中国培养了非常顶尖级的人才, 其中就有后来大名鼎鼎的我们中国的原子弹之父,或者是双星元勋王干昌院士,还有其他众多的知名人士,都是1925年入学的清华大学的第一届本科生。 在同时呢,曹云强还认为,一个学校光靠本科生也不行,所以学校要提高知名度,要有一个在教育时上能够名吹千秋万代的功勋就必须有研究, 所以他就下决心,在清华大学设立研究院,据说当时是准备办四个研究院,但是因为条件不允许,结果只开办了一个国学部, 也就是后来的国内外都非常知名的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 为了找院长,他找到他的老朋友,在美国认识的胡适先生,让他出任院长。 胡适先生说,国学,我不够格,我给你推荐几个人。 胡适先生呢,就给曹云强推荐了王国伟,梁启超,赵元任和张炳林,四位。 但是后来,张炳林不愿意北上,这样就缺一个人。 这个时候,梁启超和研究院的秘书吴米先生,就给曹云强推荐了陈寅雀先生。 陈寅雀先生当时是没有学位的,虽然在国外,苏黎世大学,在美国哈佛大学都留过学,但是他坚决不要学位。 而且呢,那个时候,陈寅雀也没有很多著作,只有一篇公开发表的,给妹妹写的一封信,有几千字。 但是这封信,功底很深厚。 所以,陈寅雀既没有博士学位,又没有硕士学位,曹云强还是聘他为研究院的四大导师之一。 陈寅雀当然不负众望,到了清华以后,显出他的国学深厚的功底,被称之为教授的教授。 凡是国学方面,疑难问题都可以通过陈寅雀先生得到解决。 这样,由曹云强亲自发聘书,就聘请了这四大导师到研究院任教。 然后,曹云强就委派吴密做研究院的秘书,实际上等于是院长的职务。 负责具体的研究院的教学事宜。 除了这四大导师之外,还有一个考古学家李继。 他的学术成就应该也是导师之一,应该是教授。 但是呢,因为他当时在哈佛大学担任主要的教学任务,不可能全部时间都投入到研究院。 所以他被聘为国学研究院的讲师,负责的是考古学。 曹云强担任清华大学的校长,从1925年,外交部就以清华大学来称呼这所学校了。 所以到1926年,研究院的第一届学生毕业,他们的照片上边都是写的,国立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毕业纪念。 这就是说,从1925年,清华已经作为外交部的部立重点大学。 所以,那个时候的照片就写上了国立清华大学。 到1928年,曹云强辞去了清华大学的校长职务。 本来要去商务艺术馆任总经理,但是后来没有去。 到中国银行做了很多的兼职工作,然后又创办其他的一些机构。 到1928年的后半年,教育部正式从外交部接管了清华大学。 从此,清华大学就成为教育部的部立国立的清华大学。 蔡云强,因为1911年以前,在耶鲁大学就读期间就皈依了巴哈伊教。 但是在担任清华大学的校长期间,没有更多的时间来研究或者介绍巴哈伊。 但是呢,这期间他还是有两篇文章。 其中最重要的是一篇发表在一个英文杂志上面,用英文的一篇演讲。 是1923年受歇和主日会的邀请。 在这个主日会上,他用英文发表了一篇文章。 题目叫做《文化的统一与宗教的普及》。 就谈了巴哈伊教的基本的教义思想。 而且把阿卜都巴哈总结的巴哈伊教十二条教义。 在这篇文章的最后,也做了一个简要的梳理和介绍。 据说,当时的预会者对巴哈伊教的思想非常的感兴趣。 而后,在巴哈伊思想的具体的指引下, 曹云祥还写了一本小册子。 这本小册子是西方文化和中国文化之关系。 这本书实际上就是为清华国学研究院它的创建, 奠定了一个思想基础。 而且里面具体的说明了, 为什么要拜清华国学院的理由。 所以曹云祥从卸任以后, 虽然兼职很多。 对方说,中国工厂总会是他组织起来的。 中国红十字会,他是秘书长,蒋介石是理事长。 这个秘书长承担的任务是很重的, 还有其他的很多重要工作。 但是呢,他还是下决心创办了一个专门出版巴哈伊教的出版社。 这个出版社就叫做大同教出版社。 连续出版了十部篇, 介绍巴哈伊的一些文章和作品。 其中最重要的是, 是曹云祥翻译的西方学者艾斯蒙写的《新时代的大同教》。 还有阿卜杜巴哈的《以达之问》。 另外,他还把阿卜杜巴哈的有一些演讲收集起来, 变成一本阿卜杜巴哈的《真言集》。 另外,他自己还写了《大同教在中国》。 《大同教的贡献》。 两本分上下。 另外呢,他还在上海的一份杂志上, 发表了一篇非常深刻的文章, 叫做《大同教与人心改造》。 他认为大同教, 这是他给巴哈伊教从意义方面定的名, 就是后来的巴哈伊教。 他认为大同教,也就是巴哈伊教, 能改造人心, 而且是最适合人类现代化需要的一种思想体系。 本来他要翻译更多的巴哈伊的著作。 据说《确信经》是他翻译的, 但是现在我们看到的《确信经》中文版本, 没有署名。 正当他在准备大干一场的时候, 他准备辞去中国红十字会秘书长的职务, 然后到美国短期访问。 办理好了一切去美国的手续。 但是曹元祥去看牙医, 因为牙疼去看牙医。 看完了牙医, 在回家的路上, 在汽车上突然昏厥。 1937年的2月8日, 不幸患脑疫学去世。 去世的时候才56岁。 正是大由作为可以大干一场的时候。 但是不幸, 曹元祥去世了。 他去世以后呢, 有关的翻译工作, 有别的人也完成了一些。 其中最重要的那就是廖崇真。 翻译的隐言经。 当时书名就叫大通教隐言经。 然后还有没有书名的这个确信经。 曹元祥据说没有完成另外的人给补充完善。 但是出版的时候没有出一辙的名字。 然后呢, 在中国这个巴哈一教的发展史上, 曹元祥的一个表执女, 就是闫夫庆, 女儿闫雅清。 因为在1923、24年间, 和曹元祥接触比较多。 从他那里呢, 就获得了大量的有关巴哈一教的知识。 后来闫雅清, 出任外交使命, 到苏联使馆, 到瑞士, 在中国的外交部, 参与了国际联盟的一些工作。 而后, 他在意大利学习飞行。 可惜的是, 曹元祥去世以后呢, 他的这些著作, 没有在大范围流传。 所以, 能够读到这些著作的人, 相当相当少。 鉴于这种情况呢, 我就写了一本书, 就叫做《清华之父曹云祥》。 因为他是中国教育史上最著名的, 把清华改制成大学的教育家。 而且本人又是经济学家。 他的人文学科方面的著作也很多。 所以我就写了这样一本书。 上卷是《曹云祥传》。 从他出生到去世。 1937年2月8日, 他的一个简要的历史脉络。 他对清华大学的贡献, 就在这本传记里面做了, 在中国恐怕是第一次比较具体的书理。 下卷这本书就是收集了曹云祥, 发表在各种杂志和出版的著作。 其中就有十一篇, 我们平常不容易看到的, 曹云祥翻译和写作的《巴哈云教》的著作。 就包括《大同教》, 翻译的《艾斯蒙》这一部书叫做《新时代的大同教》, 和阿卜杜巴哈的《以达之问》, 以及发表在杂志上的《大同教》与人性改造等等。 所以下卷五文献部分, 它非常重要, 具有非常非常重要的史料价值。 要想读早期中国巴哈云的传播, 曹云祥的这些著作是必读的。 要了解巴哈云教在中国早期传播的情况, 我想通过曹云祥他的文献, 读者可以非常清楚地了解 曹云祥对巴哈云教的巨大贡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